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或者是在我们阵列的过程 我们想通过尺寸阵列来实现某一些形状的一个阵列 这种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给它创建一个可以拖拉式的这么一个草汇 我就可以在我们实现真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是否能够成功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解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首先我们随便创建这么一个草汇 随便选择一个基准平面进入我们这个草汇 我们看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拖拉 也就是我们这么一个旋转的一个连杆 比如说我们画一条直线段代表这么一个连杆 这个连杆呢 我们希望它是绕着我们这个中心轴旋转 360度随便旋转 这种时候呢 当然呢 我就会随便按住这个端点 然后当然也可以进行我们这个拖拉 但是这个拖拉呢 你可以看到拖拉的过程里面 它的长度还是发生变化的 而且这个约束的方法呢 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这种呢 拖拉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 那回答我们这个问题本身 我是想让我们这个连杆的绕 我们这个中心轴旋转300度 很显然啊 我们这样的一个连杆 一般来说是固定的 这个长度是不变的 所以这种时候呢 我们要 你要想保证我们这个拖拉过程中 保持某个尺寸 或者说约束不变的话 你一定要给它 显示的进行我们这个标注 或者说约束 并且把它锁定 比如说我们这个连杆的长度 我们首先就给它标注长度 它既然要求保持我们这个长度不变 那我就直接给它标注这个长度 并且呢 我们把它改成我们这个 想要的这么一个尺寸 比如说我们这个150度的这么一个连杆 150的连杆 然后呢 我们选中这个 把它锁定 点击一下这把锁 那就可以把它这个尺寸锁定 锁定之后呢 它会颜色会和其他尺寸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当然了 不一定是我们这里面的紫红色 不同的颜色方案 它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下面这个尺寸既然是旋转 我们可能是相对我们原始水平位置的这个角度 这种时候我们当然也要给它标注这个对应的这个角度 这个就完了 标注它就行了 不用管它的大小 因为我们要拖拉 它这个自然是发生变化的 但是如果说我有个这样的一个斜程段 当然我有很多种标注的方式 但是呢合乎逻辑的那标注方式就只有这么一个 因为我想保证它的一个拖拉的过程长度不变 那就必须是这样的一个标注的方式 那现在呢我们要进行拖拉呢就很简单了 选中这个直线段 然后按住 选中然后按住 然后就可以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个拖拉 比如看选中这个端点 然后按住它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360度随便这样的一个拖拉 有的时候端点呢不好移动 你可以选中中间的下面这一点 按住它 然后直接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个拖拉 随便拖拉的过程里面呢 这个连杆的长度呢 它是保持我们这个150度 150一个长度是不变的 这个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拖拉的一个实现的方式 那我们再来做相对复杂一点的 特别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阵列 我想在这个地方 这里面有一个半径的150个半径呢 做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呢是一直沿着我们这条直线段的一个方向的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还是一样的道理 既然你说我们在旋转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这个半径保持不变 就是这个端点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形状跟随我们这个端点 以及这条直线的方向来定的 所以你要想办法 把你要进行我们这种变化的这种截面呢 所有的这个尺寸也好 约束也好 都要把它封闭在你想要的这两个参考里面 就是这个端点和这个直线段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切换成我们这个构造线 选中它 然后切换成我们的构造线段 然后呢 我也可以放下这么一个辅助的一个中心线 这个中心线呢 我可以约束它和它一个垂直 这个方便我们这个草绘 现在我要做一个矩形 那我就随便 画出我们这样的一个矩形 这些矩形的线段关系呢 你可以随便一点 避免它自己 约束一些不合理的关系 然后呢 现在呢 就来给它约束 你想要的这么一个关系 首先我们希望它这条线呢 和我们这个平行 这边呢 当然也和它这个平行 这是必须的 然后呢 我想要这个和这个平行 当然也是和我们这个平行 这个关系我们首先把它约束到 最好 然后这边呢 我们想让它居中对称 那我们就让它关一条直线段对称 然后我们给它标注 它的这么一个尺寸 比如说它的总体的宽度 或者说我们距离这个单边的两个组 如果说你更想准确一点 你可以放下一个中心线 但是现在呢 我们不用管 标出这个总高 总长度 然后它的一个宽度 我们给它标注两边的一个宽度 标注两边的宽度 然后约束它们两个相等就好了 反正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单侧 我们给它是5个mm 然后这个长度 比如说我们给它30 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你可以看到 对我们这个形状来说 实际上我所有的参考呢 我都约束在我们这一条 鞋的线段 还有这个端点上 没有使用其他的一个参照 比如说我们这个基准面 或者是中心点 这样的一个参照面 这样呢 我们就让它维持 所有的参考都在这个限定的范围里 然后我们把这些不想变的这个尺寸 把它锁定 然后把这个同样也把它进行 我们这个锁定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这样一个拖动了 这个拖动呢 很简单 就还是像刚才一样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们在拖动过程里面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矩形呢 它是保持 它相对于我们这条直径段 和这个端点的位置 是保持不变的 这个同样 在我们这个尺寸阵列的时候呢 我也知道 我直接用它来进行我们这个角度 来做这个圆周阵列呢 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你炒灰的这个形状 你如果说你在拖动这个角度的时候呢 这个截面的都变化了的话 那就表明你这个约束是不对的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呢是另外一个旋转的一个形状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相对复杂的一个形状 假如说我想用一个草汇 模拟一个简单的一个取柄摇杆机构 就四连杆机构 那很简单 我们就随便画这么一个四连杆 这个四连杆你要想取柄摇杆的话 那也就是说摇杆这个相对也比较长 取柄呢要比较短 那比如说这样的一个 这个机构就说我们这个是主动的 这个旋转带动我们这个摇杆呢 就来回往复运动 这种场合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你要注意 刚才我们说过 这些你想不变的地方 你一定要进行明显显示的这么一个标注 并且把它锁定 对于我们这个四连杆机构来说呢 肯定这几个杆的长度它是不变的 而不是随便让它这种尺寸 你又像是一种状态的话 你随便一拖拉的话 那就不知道怎么变了 你就不能预料它会怎么变 所以大家你不要听天由命 特别是使用我们这种参数化软件来说 你不能这样的一个随便听天由命 你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拖动呢 这连杆是变化的 这个运动当然是不对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使用我们这个参数化软件来说 跟非参数最大的不同 就是你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种尺寸的标注和约束的方式 这也是你学好我们这个Pro1 或者说Coreo的一个关键 可以说我们这个草汇 这个参数化就是我们这个参数化 设计里面的灵魂 然后我们再来回头标注我们这个固定的长度 比如说这个长度 当然是在运动的过程里面 我不想它发生变化的 所有的连杆它是不变化的 这个呢实际上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呢这四个尺寸呢 我们就给它标注上去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进行我们这个锁定 选中这个尺寸直接锁定 选中它锁定 选中它锁定 选中它同样 也锁定 然后旋转的话 那当然这个角度才是我们这个驱动的一个角度 那所以给它标注这么一个角度 大小呢就没有关系了 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个拖动操作 直接按住我们这样的一个曲柄 你随便的转 那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简单的一个四连杆机构 你可以看到在转动的过程中 所有的这些连杆的长度 它是保持不变的 所以呢自然带动了后 这个曲柄的360度转动 就带动了我们这个 最右侧的这个连杆 它来回摆动了 这个是说我们这个简单的四连杆 当然了你其他复杂的一个机构 那也是一样 假如说我们这里面再连着这么一条滑块 这个滑块是这个滑块呢在这里运动 假如说我在这里就用一个小圆圈 代表这么一个滑块 这个连杆呢 这个摇杆带动了我们这个滑块呢 是往伏的运动 这种场合呢 那你可以看一下 你这种约束呢 当然就不能随便这样的约束 这样的一个转动的时候呢 当然这里后面呢 你就不知道它怎么变了 连杆呢 同样你保持不变 那你看 这样就变成连杆拉长了 那肯定不符合我们实际的一个运动的 因为我们这个连杆呢 不可能变化的 它只会拖动着我们下面这个滑块 往左右往伏运动 所以同样的 那我们要给它标注 它的一个锁定 它的一个长度 这样呢 我们就在拖动的过程呢 保持它不变 当然了 这个直径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锁定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选中它 然后把它锁定 然后选中它 把它锁定 这样呢 我们在拖动的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摇杆的一个来回摆动 拖动 我们就滑块左右 滑动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进行我们这个拖动 那你会看到 这个呢 才是我们这个真实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效果 当然了 你用运动骨架 当然也可以实现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在做这种简单产品的时候 我们不想那么大费周章 去使用我们这个运动骨架 而且运动骨架 对于我们这个定位来说 也不太友好 当然了 你其他还有说其他各种运动呢 也是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来实现的 只不过呢 对于我们这个草惠 单个草惠来说 你不能实现太复杂的这么一个约束 所以呢 要适可而止 如果说实在太复杂的话 你可以分几个草惠来实现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运动呢 也就类似我们这个运动骨架的一个实现 其实你各种不同的一个运动链接服务呢 都可以通过对应的 这个约束的关系来实现的 那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这个实际上我们就是今天主要讲解的内容 并不在意你学会多少这样的一个实现的方法 而在意你需要有这么一个观念 要注意我们这种不同的约束和尺寸 实际上就代表着我们将来 你想保持哪样的一个关系 在运动的过程中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你明白这一点呢 在我们进行我们这种创建炒汇的时候 就不会随便乱进行我们这个标注 或者说是约束了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